白沫倒是早就把游戏仓和两个人换洗的衣服拿回家里去了 这回过来就是给叶茨搬书的 坐在车上白沫问叶茨 今天晚上是什么饭局 我怎么知道 我妈也没有说明白 就说好我们自己坐公车去 不要迟到 他们带着那个臭小子倒是先去了 叶茨说起这个就眉毛不是眉毛 眼睛不是眼睛 他们倒是有车开着去 为什么我们就要坐公交 因为我们是大人 他是未成年 白沫知道叶茨也不是真的生气 只是说说罢了 于是打却道 要不然你假装一下未成年 我可以背着你过去 叶茨冲着白沫翻了翻白眼 直接将他的话归类在白痴之中 回到家 左小兰和叶南天连带着谈破浪都已经出门了 只是在留言板那里留了一张吃饭的地址 嘱咐两个人快点赶过去 叶茨随便收洗了一下 换了一件衣服和白沫出了门 而白沫则是对这次饭局充满了好奇 坐在公交车上 他冲着叶茨紧眉弄眼 哎 小子 你说 这次饭局是不是给你相亲呢 你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叶茨翻白眼 对于白沫这种无聊言论 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我是很认真地说 哼 相亲还带着你和谭破浪两个电灯泡 叶茨哼了哼鼻子 虽然他现在只有十九岁 可是他好歹是重生之人 加上上一世的年纪 他可是比白沫还要年长不少的 这不是给你把关吗 白沫显得很兴奋 看起来 这个家伙还没有经历过关于相亲这种惨烈的事件 所以才会十分的期待 叶茨则三肩齐口 不想在拉低智商跟白沫讨论这个无聊的话题了 直到到了吃饭的地方 进了包间 叶茨才知道两个人说的果然都是无聊到家的话题 今天一起吃饭的人 他本来以为会老死不相往来了 却没有想到 又见面了 四家人 四家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 全部已经坐在了桌子边 叶茨和白沫移进屋子 叶茨先是愣住了 而白沫也愣住了 不过好在白沫反应快 立刻就揣了一下已经发呆的叶茨 让他回过神来 两人连忙一边落座 一边跟其他几家人的家长打着招呼 哎呀 我这是有多少年 没有看见小慈和白沫了 这白沫 真是变成大小伙子了 流畅的妈妈 是个温和的人 连连跟他们打招呼 而其他的家长 也开始寒暄起来 说起来 我们几家人 好几年都没有在一起吃饭了 董音的爸爸也笑着说 自己的孩子 在跟前不觉得长大了 倒是某一件其他孩子 才知道他们真的长大了 而我们也都老了 董音爸爸的话 立刻就得到其他大人的认可 他们又很快地了开了 和家长们 热络的气氛不一样 六个小孩 明显就没有那么热络了 虽然他们坐在一起 可是看得出来 他们明显就心不在焉 董音和易仓 还是盯着平板电脑 叶子子和刘畅 两个人嘀嘀咕咕地 小声聊天 白沫和谭婆浪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笑得很是开心 虽然各有各的活动 但是总体看起来 还算是十分的和谐 这次的饭局是谁欠头的 叶子实在想不通 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在一起 吃过饭的四家人 今天是闹得哪一处 居然还来了一个大会餐 其实 他们家长会餐不会餐 叶子是一点都不在意的 只是 他可是一点都不想跟 董音和易仓打交道 反正不是我父母 听我爸妈说 是董音父母牵头的 易仓父母积极响应 你爸妈还算是给面子 而我父母本来不想来 高攀不起他们 但是听说你父母都要来 也就同意了 刘畅的声音很小 除了自己和叶子之外 其他人是听不见的 他的口气不善 看起来这中间的事情 并没有刘畅说的那么云淡风轻 叶子能感觉出来 刘畅的不爽 不过也没有多说 毕竟 这是长辈之间的事情 他们这些小辈 没有必要插嘴 那 这次吃饭是为了什么 说是联络感情 但是 谁知道呢 刘畅显然对于这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 不是很相信 幸好 他们正说着话 饭店开始上菜了 一盘盘 一叠叠 很是精致丰盛 一看就知道 价格不菲 叶子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呼出了一口气 幸好什么 幸好我带了卡 叶子冲着流畅微笑 我总觉得 这顿饭可不好吃 一摸带着卡呢 心里就踏实多了 你不会是想自己付账吧 这可是人家请客的 就是怕他们请客 我们吃不下去 叶子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想的太多 但是心里总是不平静 这希望 是我想的太多了 刘畅 何曾不知道叶子的心思 他叹了一口气 唉 我也带着卡呢 要是这顿饭 真的吃不下去了 我和你一起付 怎么 最近金团赚得够本了 叶子黑黑的笑了起来 别人他不清楚 刘畅最近 可是赚了不少 他却是 清清楚楚的 刘畅 也跟着笑了起来 可不是嘛 至少比原来打零工 赚得多了 菜都上了 快点吃饭 吃饭吧 董音爸爸 招呼着大家动筷子 又是招呼着 服务员倒饮料倒酒 好不忙碌的样子 家长们也乐乐呵呵的 开始吃了起来 酒过三旬 大家吃的都差不多了 董音爸爸 就才清了清嗓子 准备开始说话了 从叶茨济世开始 似乎 只要是这样的 四家聚会吃饭 出来讲话 主持大局的 总是董音的爸爸 和董音呢 软得跟棉花一样的 性格不一样 董音的爸爸 倒是个 独当一面的好手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家能够飞黄腾达的 主要原因 只不过 从一开始 叶茨就对他们 要说什么 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 在其他人 都很给面子的 停下筷子 做出 测蜻蜻状的时候 叶茨还是很不客气的 夹了一块猪蹄 到碗里 大口的 吃了起来 这个举动 若是放在原来 或许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 家长们也知道 大人说话 这些孩子们 不会太感兴趣 但是 现在 似乎不一样了 就在 叶茨 开始啃猪蹄的时候 坐在距离 他不算远的 一仓 轻轻的 哼了一下鼻子 哼 真是一辈子 都没有吃过 免费的饭 见过世面没有 这话 虽然轻 但是周围 好几个人 都听见了 叶茨 微微一顿 还没有怎么反应 倒是坐在一边的 一仓父母 连忙瞪了一仓一眼 让他闭嘴 刘畅 也听见了 他扭头 看了一仓一眼 不闲不淡的说 哟 那还真是谢谢 易少爷 给我们这个机会 见见世面呢 流畅 这么包子的人 是鲜少会说出 这样尖锐的话的 可见 他今天 是真的有些生气 或者说 从那一天 几人最后一次 见面开始 他的心口 就一直 碎着一口气 到现在 都没有吐出来 今天又遇见 易苍 说出这样的话 他自然是 人也忍不住了 只可惜 这话说的 不太是时候 虽然成功的 让易苍一家人 和董因一家人的脸色 变得难看了 但是 也让刘畅自己 遭到了自己父母的白眼 这么大的孩子了 说什么呢 快点 给易苍道歉 刘畅妈妈 立刻对刘畅说道 刘畅 因为家里并不富裕 所以自小 父母对他的要求 更为严格 家校 也是四家中 最为严厉的 可是 刘畅心里有气 又加上 原来易苍 曾经对他说过 那么伤人的话 自然 是不愿意道歉的 更何况 他一点也不觉得 自己 说错了什么 而左小兰 见叶茨 居然 还在啃主题 上来伸手 就拍掉了 叶茨手里的筷子 目光严厉 快点 跟董叔叔道歉 是谁教你的 大人讲话的时候 你不好好听着 还在这里吃东西 他的语气 十分严厉 不过 叶茨知道 左小兰这么做 并不是因为 生自己的气 倒是对易苍 生出几分厌恶来 不过 当着这么几个人的 让左小兰 拍掉了手里的筷子 还是让叶茨的面子上 大大的过不去 他皱了皱眉毛 然后缓缓地 抬起了眼睛 用那凉薄的目光 瞟了一仓一眼 一仓这个时候 正抬着头 等着刘畅道歉呢 叶茨从来都不知道 一仓居然也有 这么让人恶心的嘴脸 有那么一瞬间 他正想抬起面前的那碗汤 直接扣在那张面孔上 不过 叶茨没有这么做 因为这个时候 坐在他身边的流畅 似乎立刻 就要跳起来了 他连忙一把 拉住了流畅 眼中 染上了几分 虚伪的笑意 转头 对着董因父亲说 董叔叔 不好意思 我们很少来这么高级的饭店吃饭 不太懂规矩 您别见怪啊 这话 更是刀子一样的 刮在了董因父母 和义仓父母的脸上 特别是义仓的父母 脸色更是难看了几分 不过现在 他们除了能够狠狠地 瞪着义仓之外 也只能说些客套话了 董叔叔不是有话要说吗 就这么一伙的功夫 整个火热的场面 已经冷了下来 大人们都很尴尬 大概他们也不知道 孩子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还以为 孩子们还是跟原来 一样的亲密吧 只可惜 真是世事无常 叶子也不想 因为这点小事 就让整个场面 冷了下来 毕竟 这事说到底 也跟自己有些关系 于是 他笑咪咪地 提醒着董因父亲 而叶南天 也因为叶子的话 回过神来 连忙顺着闺女的话 开始重新 凑合整个气氛 是啊 老董 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要说什么 刘畅的爸爸 也连忙和叶南天 一起打起鞭骨 很快就让 原本冷掉的气氛 又重新热络起来 叶子这才 靠在了椅背上 转头看着刘畅 却看见 刘畅正低着头 看着地下 也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他拉了拉 刘畅的手腕 成功地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时 也自采用 只有他们能听见的声音说 别弄得太僵了 我们是可以 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 考虑一下 大人们的感受 刘畅却冷笑起来 然后站了起来 冲着还没有开始说话的 董音父亲说 董叔叔 各位叔叔阿姨 我去一下卫生间 说着就转身就走 弄得所有人都愣在那里 包括叶子也愣住了 而刘畅的母亲 也皱着眉头 欲言又止 好一会儿才说 这孩子 接着转头 对董音父亲陪笑 老董 你别在意 叶茨坐不住了 他也推开了椅子 我也去上个卫生间吧 然后微笑着 冲着大家点点头 然后快步跟着刘畅 出了包房 这期间 大人们都搭着笑脸说话 并没有人还在意到叶茨 而易藏和董音 却是板着一张脸 仿佛 仿佛死了爹妈一样的难看 不过叶茨也顾不上来 他不知道 原来自己是这么沉不住气的人 和不喜欢的人在一间屋子里 绝而来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似乎 这屋子里的空气 有着最致命的病毒一般 这样呼吸了一口 似乎自己 马上就要死去 出了包房 叶茨就看见刘畅站在包房外面 靠在一根柱子上 冲着他挥手 叶茨迎着刘畅走了过去 一边走 一边忍不住笑 你不是要上卫生间吗 怎么还在这里 我等你啊 刘畅耸了耸肩膀 说得名正言顺 而叶茨却又笑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也会上卫生间 刘畅将自己的胳膊 伸进了叶茨的胳膊里 跨着他微笑道 我是谁啊 我是刘畅 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叶茨心里的那点事情 我都出来了 你还能在里面坐着 这一点 还真是让刘畅说对了 叶茨和他朝着卫生间走去 一边走一边却问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那叶茨是针对我呢 我还没有炸毛 怎么你就先跟他杠上来 刘畅听到叶茨听到叶茨提起了一仓 又不眠 又不眠冷喷了起来 哼 我是连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听见他说话 不反驳几句的话 就好像折瘦了一样 叶茨查觉出流畅的不对劲 不由地问 出什么事了 刘畅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显得还是烦闷 唉 我是连说都懒得说 说起来都觉得 自己的小半辈子 因为有这种人的存在 而变得污秽起来了 你就这么掉我胃口得了 我也懒得问你 这时恰好进了卫生间 两个人其实 也没有真的要上卫生间的意思 就这样站在镜子边上 洗了洗手 转身出去了 唉 不是我不告诉你 而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开始说 真是太让人生气了 刘畅一脸的嫩容 看样子 这件事情 真是让他气急了 its